复制一个程式 记得单位一定是sub 理论上在VBA里面 理论上用最多还是sub 头一定是sub 有sub就会按在sub 反正它就是一个头跟尾的概念 只要复制程式的话 一定是头跟尾 这个固定的 然后把它贴过去之后 再增加这个地方 分号后面的程式 程式记得贴到这个分号的后面这里 然后这边再加上编码方式就OK 只要不要做错了 理论应该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 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你知道这个网址是这一个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个网址怎么来的 首先当然第一个 比如说我再做一次 然后假设贴到 刚刚这个程式码 我已经有这个范本 那网址的话理论上 我们切到刚刚那个开放资料的时候 那其实检视资料 理论上它这边是给我们一个下载的网址 那我其实本来是用这一个复制 贴到这个网址 贴到哪里呢 贴到程式码的这个位置 贴上 OK 理论上应该可以 然后呢 编码方式的话 跟我讲是BIG5 BIG5 其实就950 所以以后你看到BIG5 你就950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他提供的这个网址 他似乎有保护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怎么又OK 之前的版本 不能弱 这个版本居然是可以的 还是说他把保护移掉了 因为之前这个资料本来是开放资料 他好像有一些保护 目前居然是OK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直接从这个网址复制 然后贴到哪里一样的位置 记得编码方式就按照他上面给的讯息 比如说他是BIG5 他贴上OK 之前我预估就是说 他这个保护就不让你下载 所以后来我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哪个方法 我卷动下面 你会发现这边其实有个CSV 所以我后来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我上面那个没办法 所以我用下面这个 那我怎么取得这个网址的连结 也有个方法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复制连结网址 所以以后你如果遇到类似状况 就是说呢 他一定是按按钮之后 才能够下载的话 那可是你不知道 那个按钮的连结在哪里的话 那你可以按右键 把那个连结网址复制 然后呢 再把它贴过去 所以其实这个网址怎么来的 其实按右键 复制连结网址 然后呢 我就把它什么 贴到这边来 贴记得要小心 这最容易做错就这里 因为我发现有些容易贴一贴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就很容易出错 反正记得 他这个是一个文字 头跟尾一定是双尾号就对了 然后呢 我要把王子一定贴到分号跟双尾号之间 贴上 其他不要动 你不要贴到外面 你不要贴到前面后面 反正不行 一定要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950就会有乱码问题 有没有 它变成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我刚刚就把它改成650 这样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虽然有提供两个资料来源 但是好像似乎这个是big 5 可是这个又变成utif 蛮奇怪 它没有统一 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假设你不是用程式来写 你说老师那我平常我只是想要点下去打开可以看到的话 那你也可以下载这个下载 试试看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下载这一个之后 你把它打开 因为它是utf8 打开之后 你直接用那个什么 这个easell来开的话 就会是乱码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开放资料上面的档案 只要是出现是utf8 你直接打开 一定都是乱码 那你想说老师那怎么办 以后如果我想要下载 那下载之后呢 我直接打开 它就可以乱码 诶 这怎么办 其实教会几个方法 如果你遇到乱码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直接开启它 你说老师那不叫直接开怎么办 你换一个方法 保证不会出错 请你换成资料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费路功能 有没有 从资料里面的话 有个从文字档 或者从csv 你可以找找看 这边好像没csv 那你就找文字档 因为其实csv也是一个文字档 然后呢 就找到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个资料夹 就这一个了 应该是这一个 然后有一大串 好 然后把它贿赂就可以了 那从这个地方呢 跟开启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你如果用贿赂的话 它会跳出这个页面 什么页面 就是编码的页面 有没有 它马上会出现说 你的编码是不是这个啊 底下就会出现正确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假设啦 你选错误的 比如说你选择那个950的 比如说随便选一个 选这个 因为乱七八糟的 有没有 一定不正确嘛 可是如果你选择的是950的话 取消一下 记得哦 资料的从文字 然后找这个 它多这个 那你只要再下一步就可以了 记得这个一定要打勾 有标题 它是有标题 下一步 然后记得是按照斗点分割 所以这个斗点一定要打勾 然后下一步 然后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如果你直接把它汇入的话 这样就是正确的 可是旧的资料还在 所以你可能要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如果呢 我们已经把资料下载下来之后 其实还需要第二个功能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再弄一下 所以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我需要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年 因为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个 每一年的窃盗的数量 是不是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需要三个栏位 刚刚提到 第一个是年 第二个是区 第三个是入街道 可是你说 总之那不对啊 如果我假设我写个程序 如果我写完程序之后 如果我要重做 那我今天做完之后 下一次我再下载 然后要清楚 那我这三个栏位 不是每一次都要再来一次吗 对 那不是很会时间 然后感觉好像程序只有写一半 所以势必 我们会希望怎么样 可不可以直接下载完之后 自动也帮我增加这三个栏位进去 就变成我要的资料了 那是最好的 所以以后爬从第一步 先爬原始资料 叫go data 第二个的话 你要把它改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架构 可是问题 那个会牵涉到 就是像我们这边会 以这个案例来看 是需要三个栏位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增加这三个 但如果你 假如你不会写VBA的话 其实简单方法入字去齐 你说老师那我不会插入栏位 我不会增加年 我不会把公式打上去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大概会教各位 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录制的 那首先当然 我们第一步可以先采 自己先demo一下 等一下的话 把这个过程录制下来 所以一 先在低栏的地方 先插入一个栏位 二 在低栏上面输入一个年这个字 那在低栏的地方输入公式 什么公式 我们这边取前三个字 我们用文字里面的lab好了 比较简单 OK 把它当文字好了 虽然它这个 cow对其应该是一个数字 然后取得这个里面的前三个字 那你会发现 因为你用lab的 所以它把它当成是文字来看待 所以得到的结果呢 也是文字 前后都有双以后 前后都有双以后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它现在变文字了 其实哪边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看到 差异呢 它原来什么 cow对其 所以如果你讲 那资料是cow对其 一定是数字 如果你靠左对其的话 一定是文字 所以以色列里面有一些 故意的这些设定 可以让你比较可以知道说 你到底是文字来数字 差异很大哦 好 那只是说呢 那如果我下一次又要再来一次 比如说像我刚刚这个 如果我再把它执行一次 这个就不见了 那这样很麻烦 我可不可以一直行 它也可以自己帮我先踩了你 是可以 怎么做 很简单 如果以最简单的方法 录制去期 待会跟各位讲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